大家好,今天要讲一部一无所有的母亲为家人复仇的传奇故事——薄荷 女主莱莉正在毒打一个手臂有纹身的混混,动作非常利落,凶悍 解决对方之后,她回到自己藏身的货车,清理受伤的手 在伤口的疼痛中,回想起一段痛苦的往事 五年前莱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总是教育女儿,不要与恶人争执 晚上,她和丈夫准备给女儿庆祝生日,但上次却强行加班,不准莱莉提前离开 这时,她的丈夫正和好友商量一件能赚钱的大买卖 莱莉回到家,发现生日派对因为女儿得罪了一个富家女,被所有人放了鸽子 之后,丈夫因为不想参与违法的事,拒绝了与朋友合作 没想到,朋友转眼就被毒枭干掉,然后他们来到一家三口玩耍的游乐场 将丈夫杀掉灭口,女儿也被乱枪射中 而莱莉因为去买吃的,侥幸逃过一劫 在医院醒来之后,莱莉被告知 丈夫是因为拒绝与毒贩合作被灭了口,女儿也当场死亡 莱莉痛不欲生,她记住了三名杀手的脸,想要指证他们 然而,他们的幕后老板是在当地势力很大的毒枭 警长白发叔对下属小胡子说,这件事最好能稀释宁人 律师也上门,贿赂莱莉,要她撤销指控 莱莉生气地将她赶走 然而在法庭上,毒枭勾结了医生和法官 还给莱莉做了一份假的精神鉴定 以精神失常为由,驳回了她的证词 莱莉崩溃地扑向杀手,要和他们拼命 却被警察抓住,准备关进精神病院 车子开到半路莱莉忽然打翻对面的警察,拼命逃了出去 五年之后,莱莉干掉了那三个杀手 将他们的尸体吊在摩天轮上 以此来告诉警察,她就是当年那个失去家人的复仇母亲 一个FBI的女探员告诉小胡子和白发叔 这个女人已经与五年前大不相同 她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读了军校 还在地下全赛练就了专业的搏击术 具备非常强的反侦察能力 刚刚抢劫了一个军火库 选在女儿生日这天,杀死三个仇人 这是一种审判 镜头一转,莱莉来到当年那个法官家 将她连同房子炸得粉碎 之后,她找到大毒箱的一个窝点 烧掉所有的赃款 逼问出制毒窝点的地址 很快传到大毒箱这里 她要求手下今天之内就要干掉莱莉 莱莉找到制毒窝点 准备将所有毒品一网打尽 但对方早有准备,已经不下炸弹 在发现莱莉潜入后引爆了炸弹 莱莉急忙躲进下水道逃生 之后,她抢了一辆车,追上杀手 逼问出了大毒箱的藏身地 准备直倒黄龙 莱莉刚到毒窝就被人伏击 她用汽车做掩护 清理掉埋伏在外围的毒贩 进入大毒箱的家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 很快就被莱莉用枪制服 刚要开枪时 毒箱身后出现一个小女孩 恍惚间莱莉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一时失神,被大毒箱 抓住机会将她刺伤 这时警笛声响起 莱莉只好负伤逃跑 她逃进当年欺负过女儿的富家女家 简单处理了伤口 这个女人被丈夫抛弃 就像当年女儿讽刺过的那样 莱莉没有杀她 而是将她绑起来后离开 另一边,女探员和小胡子 找到了莱莉的车 女探员建议她们 可以通过莱莉找到大毒箱 说不定可以将她一举扳倒 没想到小胡子 反手就将女探员杀死 原来,她早就与大毒箱同流合污 是个十足的黑警 她打电话给大毒箱 通知对方在莱莉的车子附近 扶击她 毒箱忙派人做好准备 这是莱莉因为重伤 昏倒在车子旁边的仓库里 朦胧间,她似乎感觉到 女儿在不断地呼唤她 她打起精神 干掉了一个追过来的杀手 抢了对方的武器 之后又将其他杀手干掉 还发现了女探员的尸体和手机 她用手机录下了小胡子 和大毒箱见面的场景 将视频发送给了警局 白发叔和FBI的警察知道了一切 开始组织警力 到现场抓捕 大毒箱挟持一个女孩威胁莱莉 莱莉挺身而出与她对峙 为了拖延时间 她不断用语言刺激对方 换来大毒箱的残忍殴打 但是也成功地等到了警察 毒箱以为是小胡子出卖了她 直接将她乱枪射死 之后想要逃跑 莱莉紧追其后将她杀死 之后她也身受重伤 逃离了现场 白发叔了解莱莉的想法 她追到丈夫和女儿的墓前 莱莉果然在那里 她想要告诉家人 自己已经报了仇 现在只想随他们离开人世 而白发叔将莱莉送到医院 醒来后白发叔告诉她 她的行为惩治了很多坏人 活着是有意义的 之后她故意留给莱莉 一把手铐钥匙 离开了医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主演詹尼弗加娜 塑造了一个最强老妈的形象 打斗和枪击的戏份 都非常惊险刺激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